嗨 大家好 我是松雪老師 先來跟老師們分享一下 不需要安裝虛擬音源 也可以把 電腦裡面的電子書的聲音 播放給遠距在 家裡面的同學聽喔 那首先我們一樣 把這邊的聲音麥克風一樣關掉 然後再來呢 我們這裡電腦版的 喇叭也把它關掉 那現在唯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一台我們先退出 直接退出 退出之後我們再重新加入 重新加入的時候呢 一樣我們一樣把 麥克風關掉 這裡面有一個分享螢幕畫面 重點在這裡分享螢幕畫面 好 那請你選擇整個電腦 螢幕分享 分享之後我們就可以縮小了 那我這邊已經準備好一個 電子書了 右邊這一個就是我們 學生家裡面的喔 好我們現在先播放 好那你會發現到 電腦的 教室裡面的桌機是沒有聲音的 可是學生端是有聲音的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很容易 去執行 我們要播放給同學們聽的部分 好這樣聲音很清楚吧 好 好 好